Mod Paper Part 3 Session B 部分 在這部分裏面我會說多一點 就是我發現到一些 common mistakes 和後面的題目如何去分析和做 15條反而不是一條很難的題目 他現在就告訴你 有個 math 的 test 分別有兩個同學 一個 Lawrence 一個 Mark 他的分數是這麼多 你知道他們的 standard scores 是-1.1和0.1 那在這裏面 Part A 其實如果你記得 stand scores那條式 理論上應該不是很難的 因為stand scores就是等於 分數減個 mean 除 standard deviation 那有些同學在這部分裏面 算錯了 那我建議你 逢親這題目的時候 你算完答案 你進去查一下 究竟你算出來的答案 那你應該算到 那個 mean 就會等於75 那大部分同學都 最主要都是計錯數 或者有些同學忘了一條式 那到 Part B 部分 他現在就說 現在有個同學 Nelson 的分數 本身是75 所以他多數考慮 其實跟 Part A 的答案一樣 那他就發現到 他的成績 是沒有被 record 所以你要加回去 那問究竟 Mark 就是你的分數 那個 standard scores 會是怎樣 那第一件事你要知道 現在呢 當你加了 Nelson 的分數 下去的時候 那個 new mean 都會是等於75的 那個原因就是 Nelson 的分數是75 而那個 original mean 那個分數是75 但是那個 standard deviation 呢 就應該 因為現在呢 你加多了些 data 在中間 那所以呢 變相更加集中 那所以 standard deviation 就會 decrease的 那而呢 那個 standard scores呢 那個 standard scores呢 就會呢 用回剛才那條式 因為現在你的 mean 不變 而那個 standard deviation呢 decrease了 分母小了 而這個數 那你聽清楚我講 而這個數因為是一個正數 所以分母小了 所以 它的 standard score increase 那你要留意 為什麼我剛才要特別說 那句說話呢 那因為如果它考試 考得tricky一點點的時候呢 如果上面那個 是一個負數的時候呢 你就算那個 standard score decrease都好呢 那理論上呢 你那個呢 嗯 stand score 是會decrease的 那個原因就是為什麼呢 我給一個 呃 數字的example 如果本身那個 stand score 是負1 那如果你除 啊 所以上面的分數是負1 那如果你除 我當那個 standard deviation 是2 那時候呢 應該是一個0.5 那如果負1的時候 如果那個 standard deviation decrease的時候 可能變成1的時候呢 啊 所以這個是負0.5 那呢 這個會是負1 那如果不理正負呢 它的數值上呢 1是大於0.5 但是如果你理負的時候呢 負1呢 是小於負0.5 那所以呢 你要留意 這個正定負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可考的位置 那下次如果問Lawrence 的時候呢 你就會計錯數 如果你這樣 用正常分析 啊 分母小了 整個分數呢 整個分數呢 整個數值呢 就會增大 那是正數就對了 但是負數呢 你就要小心少少少 那 16條呢 那我都不長談這一部分 那原因呢 就是呢 其實都不是很難的 這條typical的GS的題目 那但是呢 有些同學part A 你算過R 如果算得很噁心 就麻煩幫我查一下數 多數都是漂亮的 那呢 算錯的原因就是 你算錯年份而已 那呢 那 那 而 你可以設定到一條色 那你算到的時候呢 就應該算到R等於10 那當R算到10的時候呢 它的part B呢 你要看清楚究竟它在問的是什麼 它現在告訴你呢 H year呢 就會 less than 那所以呢 就代表每年都不同 你現在計算呢 想計算Total volume 那掘到出來的金的重量呢 要是 大過這個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其實你在考的呢 就是第一年掘到那個 金的那個 數目呢 第二年呢 那我的建議 大家都要寫一下 這些色出來 看清楚那個situation 發生著什麼 那然後呢 去到 N那年的時候 就會是N減1次方 要是 大過1.026乘10的8次方 那就算你不認識我呢 你寫到一條 類似GS的色呢 而你運用了GS的色 對 其實你都可以有分數的 那所以你不要怕 但是我自己建議就是 你怎樣都一定要寫這一步出來 告訴別人聽呢 你怎樣運用GS的色 如果不是呢 你寫了一條 錯的GS 寫的那條色 的時候呢 我而看不到你上面那條色 和下面那條色的 Ratial 和First Term 我就給不到分你這條色 那所以呢 那當你記得呢 應該會是 A乘以1-R的NT over1-R 那所以 A First Term 就是這個 乘以1-R的NT N次 over1-R 那大過這個 那當你寫完的時候呢 你就發現應該算完了 因為你 當你解決了 那解決了 解決這部 我不跟大家說 大家想看就看marking scheme 那但是呢 很多同學錯的地方呢 就是數錯年份 就是N要等於19 那什麼叫N等於19呢 就是代表呢 這個要加18 N等於19 這個原因呢就是呢 這個N-1呢就會是 嗯 就是你可以看回 你自己數回 嗯 由 24年的時候呢 20年去到24年的時候 這個就是40 那所以呢 如果由2020年呢 去到這個數字是19 就是這個數字是18的時候呢 就是加18下去 那所以呢 這個數字呢 就會是 In Year 2038 那就會Exit了 OK 那大家數清楚那個年份了 那去到17條呢 就在考一個呢 很久沒考的概念 那partA不是很難的 partA是一個locus的概念 我現在告訴你呢 E和F總是兩點 那 負2 6 那 負4 2 那 他告訴你呢 p呢 就是一個locus來的 和 這兩點是 equal distance 那所以呢 你要找的是 perpendicular by setter 那這部呢 我不同大家做了 那大家應該算到 x加22 y-5 等於0 那你可以用distance 我建議是大家可以看看marking scheme 是用locus的概念 因為這樣會快一點點的 那去到partB部分呢 他就告訴你 有一個circle 那呢 就是穿過呢 這些就是E 這些就是F 那是穿過 對啦 E F G的 那而那個coordinate G呢 就會4-2 那4-2在這裏 嗯 sorry 那4-2會在這裏 那總之有個circle是穿過這三點的 那 然後呢 他說有另一個 circle 那個center呢 就是在-13和-7 那裏 在這裏 13-7 那他就會touch這個circle 不過不知道在哪個位 那總之現在有兩個circle touch externally at point S 就是 在S那裏 切到 那我一會兒再畫個圖 那然後他就問你呢 這個eqsor C1 那我們第一件事 我們先做了eqsor C1 那既然你已經找了這個perpendicular bisetta 那他現在說明u性A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呢 只要我找多一條 perpendicular bisetta 因為現在 ef是個cord of circle f u呢 所謂fg呢 都會是個 cord of circle 那如果這兩條的perpendicular bisetta 找到的時候呢 那點相交那點呢 就為center 那所以呢 其實你可以set回 那個eqdistance那條色 那我當 我就想找 e同 g那個distance 那個eqdistance那條 formula 那所以呢 就會是 x-4的all square 加y加2的all square 那你計算完之後呢 就是3x-4y 加5等於0 那有些同學呢 就嘗試呢 這個general form 那這個方法都做到 但是這條題目呢 寫到明呢 using a 那所以如果你不using a 那我就不給你最後的分 那所以呢 你就算到center 呢 就會是等於 1 2 有沒有問題呢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現在 重新可能要 redraw那幅圖了 那就是 讓大家 會容易一點看 因為現在有些資料呢 就不是那麼重要 那終於現在有兩個circle external touch 這個center呢 就是1 2 那這點center呢 就會是 這點center 就是u 那13-7 那我現在告訴你呢 它是touch externally at point s 那這點是s 那這點原來是t來 那這點是u來 那這點是u來 那現在它就告訴你呢 嗯 總之現在呢 有點moving point y 它就問呢 究竟 ts s 有一點 moving point on y axis 就隨便在這裡啦 就是它在問著 這個三角形 和呢 s u v 這個三角形呢 那個area的比 OK 那所以呢 這點是v啊 這點是u啊 那點是v啊 那點是v啊 那其實呢 我們可以怎樣算到的area呢 那area呢 你可以想一想的 其實呢 每逢考到error ratio呢 它就一定是在考究竟是simal triangle 還是同高同低 那這個三角形很明顯呢 就是同一個底 同一點v 那所以這個面積比呢 這兩個三角的面積比呢 就會等於 這兩條邊的比例 那所以呢 其實你現在要找的東西呢 就是究竟你會不會找這條的距離 和這條的距離 那parta呢 你已經算了個center 嗯 那個距離 那所以呢 你是可以呢 嗯 啊 你算到一個equation of c1 就是你 我還沒算完 原來partb1 那你算完的時候呢 你知道呢 那個equation of circle呢 就會是這個 那就是radius呢 就會是5 那你可以算完 那就是這個是5 那現在呢 你現在想算的呢 就是究竟在計算 這一個來的多少 那很簡單 你就算了總長度 然後減5 那你就算到這個r是多少 因為這個加這個呢 應該會是 等於回 distance between two centers 那所以呢 你算到呢 那我這個不跟你算了 你應該算到tu呢 會等於15的 那然後呢 你就可以算到呢 那個 su呢 就會等於10 那所以那個area呢 就會 area ratio呢 就會等於呢 5比10了 所以等於1比2了 那我這裡呢 我想 都想把 我不想把那段片拍得太長 那所以呢 我想把那段片剪開做兩部份 那等一下呢 會再 大家可以看完第二段片呢 就看完 最後兩條long question 那因為那兩條都比較長 那我想大家分開去看一下